欢迎收看小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学生假如学到大学的时候 有蛮多人都会学到统计学或几率学的 那不管是工程类的还是商管类的 尤其商管学院的人都会学到统计学 那我们就会看到类似像这样子的例子 那在高中的时候呢 我们也有机会看到这种题目 只是它会出得再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假如出难一点 就会变得算是到大学的程度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它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范本 工厂做品管抽样 会从一盒七个灯泡里面抽四个检测 那这一盒七个灯泡里面抽四个 只要让它抽到两个不良品 就会丢掉 已经知道现在被挑中的那一盒七个 里面有三个不良品的 求这个被丢掉的几率 像以这题来说 你看到四个数字 那你有没有头绪 它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其实它这一盒里面 它不是七个都看 那你七个里面 等于是有四个良品 三个不良品 它现在抽四个出来 那你要去讨论说 抽到有两个不良品以上的几率是多少 那我已经把它讲得很详细了 那如果你OK的话 就先按个暂停想写一下 我们在解之前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另一题 如果工厂的老机器生产的每个灯泡 都有七分之三的几率是不良品 问你这个老机器生产的一批灯泡 在检测后 跟刚才用一样的检测规则 检测后被整批丢掉的几率 那这一题跟上面那一题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你上一题写完了之后 你可以按个暂停 这个回来看一下这一题 那我们先来解刚刚这一题 这个所以说我刚刚已经把问题 尽量的口语的把它的情境讲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要算的是说 你七个抽四个理 四良三不良被你抽到几个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巴斯卡定的延伸 所以说我总共抽四个出来的时候 我可能会发生几种情况 我可能会发生全部都抽到良品 因为我有四良三不良 或者是这个三良一不良品 或者是两个良品两个不良品 或者是那我们所有会发生的情况 我们有可能是四个全部都是良品 也有可能是三良品一不良品 也有可能是两良品两不良品 也有可能是一良品三个不良品 或者是四个都不良品 那就是我们讲说这个巴斯卡定理延伸 我们把它展开来的话是 C4取4乘C3取0 加C4取3 C3取1 加C4取2 C3取2 加C4取1 C3取3 那这个没有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不良品 那结果我这些加起来 其实就会是所谓的C7取4 的时候题目要的是 超过两个以上的良品要丢掉 所以最后我们的答案就是 C7取4 然后C4取2 乘以C3取2 加上C4取1 乘以C3取3 所以是三十五分之二十二 也就是他有蛮高的机率会被淘汰的 那如果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第二小题 一样是我抽四个出来 两个不良品的话就丢掉 在这个情境里面 他说如果老工厂机器生产的每一个灯泡 都有七分之三的几率是不良品 那问你说这个老机器生产一批灯泡 在检测后被丢掉的几率是多少 他跟前一题到底差在哪里 我们前一题一盒七个里面有三个不良品 那现在呢 说一盒每个灯泡有七分之三的几率是不良品 后面的步骤就一样 抽四个出来有两个不良品丢掉 很多人会不知道有什么差吗 就当作是 那就把它当作是七个里面有三个不良品 四个良品吧 那就错了 那这一题就是在考这件事情 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说 他到底有几个良品几个不良品 也就是说你这一盒七个里面有可能怎么样 有可能都是良品 没有说一定就是刚好 并不是刚刚好就四个良品三个不良品 虽然说每个灯泡都有七分之三的几率是不良品 不代表说真的七个里面就是四个良品 所以怎么样 其实你要先讨论 如果我七个灯泡都是不良品的话 他说有七分之三的几率是不良品 代表这个 这是重复试验 也就是二向四展开 对不对 二向四展开 连续做了七次 因为我有七个灯泡 每一个灯泡都有七分之四凉 凉我们写good 七分之三不良 可以吗 这样展开了七次 这样子 结果让你得到七个都是不良品的几率是 那这个 他其实又会有一个C7取0 或者说C7取7 但是我们也可以标写 这个七分之三的七次 这个是我们目前写的 不是最后的答案 就是说 这一盒里面都是不良品的几率 那这一盒里面都是 有六个不良品 一个良品是C7取1 然后七分之四 乘七分之三的六次 对不对 这个是C7取2 七分之四的平方 七分之三的五次 这个是 C7取4 C7取3 三个良品 七分之四的三次 七分之三的四次 C7取4 七分之四的四次 七分之三的三次 注意哦 并不是一定是四个良品 三个不良品 所以当然也可以有五个良品的可能 C7取5 七分之四的五次 七分之三的平方 C7取6 我们目前写的都是 会发生 这一盒七个里面有这么多不良品的几率 然后我们来抽 你要抽四个的话 如果你有七个不良品 你一定是抽到都是不良品的 所以这个淘汰的几率是1 你如果有六个不良品 你要抽的话 就算你把剩下那个良品抽出来也没用 你如果有五个不良品的话 也就是你只有两个良品 所以你抽四个 一定也一定有两个不良品 所以还是要丢掉 所以这个也是乘以 如果我有三个良品 四个不良品 抽出来被淘汰的几率 那你有可能会抽出怎么样呢 我有可能把三个良品都抽出来 就pass掉 或者是我只抽出两个良品 两个不良品就淘汰 或者是我抽出一个良品 三个不良品 或抽出四个都不良品 也都会淘汰 那你就会发现 淘汰好像有三种 三种情况都要算 都要加 但是我pass的只有一种 所以我们可以选这个 简单的那个方式写 我们扣的 所以是C3取3乘 C4取1除以 C7全部是C4取4 这个是pass掉的机会 那我们要淘汰的话 用一去扣它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是 四个良品 三个不良品 你会发现 其实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刚才那一题 等于说我们刚才那题 是在已经知道 是四良三不良的情况下 我们去算 那现在我们这个是说 我根本不知道它几良几不良 所以你要先分析 到底会有几个良品 几个不良品 那建立在已经知道 它是三个不良品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才去 怎么样 这个最后被淘汰的几率是 把三个不良品里面抽出两个 C 我们那个不良品抽两个 不良品抽两个 这样 然后两品 只抽一个 不良品抽三个 那因为它没有四个不良品 可以让我们全抽出来 所以就是这两项 就刚才那一题 就刚才那一题 所以这里这个关号 就是三十五分之二十八 二十二 三十五分之二十二 这个如果是我有五良品 两个不良品的 那你被淘汰的情况 只剩下 你把那两个不良品 都抽到的几率 所以是C5取二 乘C2取二 除以C7取四 这样子 那于是你把这里都算出来 把这里都算出来 这个加这个加这个 加这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 加这个乘这个 那因为你如果只有一个不良品 或没有不良品的话 你不可能抽到两个以上的不良品 所以就一定会pass 所以这个可以不用写 那就是这一题 那当然了 我们出这题是跟大家讨论 就是说 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差别 然后像今天 你有没有可能在高中 看到这种题目 其实是有的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要在高中 出这样的题目的话 我的数字会再出小一点 我不会出这个七分之三 然后抽 我可能那个写个五分之二 然后我可能是抽三个 有两个不良品 就我让一切的规模 再缩小一点 它就会变成说 虽然逻辑上有一点复杂 一样的背景的数值就是七 七个里面 这七个里面三个不良品 这是七分之三的不良品 然后用一样的抽查规则 这样子 像这样 让大家来去对照一下 这两题有什么不同 好那我们这就上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